尼加书 第一章 当由大王约坦 亚哈斯 西西加在位的时候 摩利沙人尼加德 耶和华的话 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 主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 看啊 耶和华处了他的居所 降临踏在地的高处 众山在他以下必融化 诸谷必崩裂 如辣化在火中 如水冲下山坡 这都因雅各的罪过 以色列家的罪恶 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 犹大的众高丘在哪里呢 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 又作为种葡萄之处 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 他一切雕刻的橡皮被打碎 从中所得的顾驾必被火烧 其中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 因为是从妓女顾驾所拒来的 后必归为妓女的顾驾 先知说 因此我必大声哀嚎 赤脚露体而行 又要呼号如龙 哀鸣如猫头鹰 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 严寂由大河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 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 总不要哭泣 你在亚弗拉加滚于灰尘之中 你这杀匪的居民 你们要露出你的羞耻过去 撒南的居民因薄以薛人的哀哭不敢出来 他必从你们的所占之地 玛利的居民心肾忧疾 切忘的好处 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垃圾的居民啊 你要用快马套车 女子西安的罪由你而起 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离闲处 犹大啊 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社加特 亚格西的众族必须恍待以色列诸王 玛利沙的居民啊 我必是以后思来到你这里 他必往亚杜兰以色列的荣耀那里 犹大啊 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出你的头发 石头光秃 要大大地光秃 如同秃鹰 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 弥加书 第二章 火灾 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 造作奸恶的 天一发亮 阴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他们贪图田地就强夺 贪图房屋便取去 他们就欺压人 霸占房屋和产业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筹划灾祸想与这族 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 你们也不能狂傲而行 因为这实事是恶的 到那日 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比喻和悲惨的哀歌 并说 我们全然败落了 耶和华将我们的分转归别人 他和静使这分离开我 他转而将我们的田地分给人 所以在 耶和华的会中 你必没有人按牵拉准声 他们对说预言地说 你们不可说预言 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 免得自招羞愧 你明为雅各家的呀 耶和华的心灵岂是狭窄 这些事 是他所行的吗 我耶和华的言语岂 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意吗 然而 近来我的民心岂如仇敌 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 拨去外衣 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 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 你们起来去吧 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 因为地义污秽 使你毁灭 而且大大毁灭 若有人灵理虚假 用谎言说 我要向你们预言的清酒和浓酒 那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 雅各家呀 我必要聚集你们 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 安置在一处 如波斯拉的羊 又如羊圈中的羊群 因为人数众多 就必大大喧哗 开路地在他们前面上去 他们直闯过城门 从城门出去 他们的王在前面行 耶和华引导他们 弥加书第三章 我说 雅各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啊 你们当听 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 你们恶善好恶 从人身上包皮 从人骨头上踢肉 吃我民的肉 剥他们的皮 打折他们的骨头 分成筷子 像要下锅 又像府中的肉 到了遭灾的时候 这些人必哀求 耶和华 他却不听云他们 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 向他们掩面 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 他们牙齿有所嚼的 他们就呼喊说 平安了 凡不攻击他们吃的 他们就预备攻击 他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必遭遇黑夜 以致不见异象 又必遭遇幽暗 以致不能占卜 日头必向这等先知陈落 白昼必向他们变为黑暗 先见必蒙羞 占卜的必爆溃 他们都必掩着嘴唇 因为神不应允他们 至于我 我即 耶和华的灵 果真满有力量 公平 才能 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 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雅各家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啊 当听我的话 你们厌恶公平 在一切事上趋往公正 以人血建立西安 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 祭司为雇驾师训会 先知为前行占卜 他们却依赖 耶和华说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灾祸必不能临到我们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 西安必被耕种向一块田 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 弥加书第四章 但在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立在珠山之巅 高举过于珠岭 人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 说来吧 我们登 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 神的殿 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会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许多民中间 施行审判 又斥责远方强盛的国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 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 无人惊吓 这是大军之 耶和华亲口说的 众民各奉几神的名而行 我们却永永远远奉 耶和华我们 神的名而行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聚集绝腿的 招聚被赶出的 和我所惩治的 我必是绝腿的 位于圣之民 使赶到远方的 位强圣之民 耶和华要在西安山 作王治理他们 从今直到永远 你这样群的高抬 女子西安的保障啊 起初的权柄 就是女子耶路撒冷的 国权必归于你 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 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 你的谋士灭亡了吗 因疼痛抓住你 旁腹抓住震痛的妇人 女子西安啊 你分免要疼痛劳苦 旁腹震痛的妇人 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 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 在那里要蒙解救 在那里 耶和华必就属你脱离仇敌的手 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 说愿西安被玷污 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 他们却不知道 耶和华的意念 也不明白他的筹划 他聚集他们 好像把和捆聚到场中一样 女子西安啊 起来踹鼓吧 我必使你的绞成为铁 使你的提成为痛 你必打碎多国的民 我又将他们的财献与 耶和华 将他们的获献与权地的主 弥加书第五章 成群的女子啊 现在你要聚集成队 因为他们围攻我们 要用仗击打 以色列审判者的脸 伯利恒 以法他啊 你虽在犹大猪城中未小 将来他却必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 他从太初已出 自横谷就有 所以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 只等那阵痛的妇人生下子来 那时 他其余的弟兄 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 他必起来 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并 耶和华他 神之名的威严 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要安然居住 因为他必日见尊大 直到地基 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 当亚书人进入我们的地境 践踏宫殿的时候 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 八个首领攻击他 他们必用刀剑 毁坏亚树的和宁陆地的关口 亚书人进入我们的地境 践踏的时候 他必拯救我们 雅各余圣的人 必在多国的民中 如从 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 又如甘林降在草上 不仗来人力 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雅各余圣的人 必在外邦人多民中 如临间野兽中的狮子 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 他若经过 就必见塔撕裂 无人搭救 你的手必举起在敌人上 你的仇敌就都被剪出 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中间剪出马匹 毁坏车辆 也必从你国中除灭成义 拆毁一切的宝障 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 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 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像 和战力的像 你就不再敬拜自己手所造的 我必从你中间把你的树丛拔出 又要这样毁灭你的诚意 我也必在怒气和烈怒中 向那不听从的 《易交之民诗报》 《弥加书》第六章 以色列人啊 当听耶和华的话 要起来向山岭争辩 使刚灵听你的话 山岭和地坚固的根基啊 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 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 与以色列争论 我的百姓啊 我向你做了圣魔呢 我在圣魔世上使你厌烦 你可以对我证明 我曾将你从埃及的领出来 从做仆人之家救赎你 我也拆遣摩西 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舍的 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 并你们从时听到极家所遇见的事 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座位 我朝见耶和华在高楚的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圣魔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凡记吗 耶和华其喜悦千记的公绵羊 或是万记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线 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线我身所生的吗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肾魔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耶和华向这城呼叫 智慧人毕竟为他的名 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账的惩罚 恶人家中不仍有罪恶之财 和可恶的小生斗吗 恶人若用不公道的天平 和带中诡诈的砝码 我岂可算他们未纯洁呢 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 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 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 因此我击打你 使你患病 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 你要吃 却吃不饱 你的潦倒 必显在你中间 你必被抓去 却不得救出 所救出的 我必交给刀剑 你必洒种 却不得收割 踹橄榄 却不得油抹身 酿甜酒 却不得酒喝 因为你守案例的恶归 行要哈家一切所行的 顺从他们的计谋 因此 我必使你荒凉 使你的居民令人吃笑 你们也必担当 我民的羞辱迷家书 第七章 我有祸了 我好像夏天的果子 已被收尽 又像摘了葡萄 所剩下的 没有一挂可吃的 我心切目出熟的果子 地上的善人灭尽 世间没有正之人 个人埋伏 要杀人流血 都用网罗列取他的兄弟 他们双手好 窃窃作恶 君王殉情面 审判官要贿赂 未分大的 吐出恶意 都彼此接连行恶 他们最好的 不过是吉里 最正直的 比经吉里八海间 你守望者 和你追讨的日子 已经来到 他们避扰乱不安 不要依赖朋友 不要信靠引导 要守住你的口 不要向你怀中的七题说 因为 儿子藐视父亲 女儿起来抗拒母亲 媳妇抗拒婆婆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为此我要仰望 耶和华 要等候 那就我的 神 我的 神必听云我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 却做我的光 我要忍受 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只等他为我变区 为我深渊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践踏的公义 那时我的仇敌 就是曾对我说 耶和华你 神在哪里的 他一看见这事 就被羞愧遮盖 我必亲眼见他遭暴 他必被践踏 如同街上的泥土 以色列啊 日子必到 你的强缘必重修 到那日 命令必传到远方 当那日 他也必从坚固的城义 从宝藏到大河 从这海到那海 从这山到那山 都归到你这里 然而 这得因居民的缘故 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 必然荒凉 求 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 用你的账目 放你独居的民 就是你产业的羊群 求你容他们 在巴山和激烈的食物 像古石一样 耶和华说 我要把骑士贤给他看 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 列国看见这事 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 他们必用手掩口 掩耳不听 他们必填土如蛇 又如土中的 重从他们洞穴爬出 他们必占据投降 耶和华我们的 神也必因你而惧怕 神啊 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 饶恕你产业之于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 喜爱施恩 他必在怜悯我们 将我们的罪孽制服 你又将他们的一切 罪透于深海 你必按古石启示 应许我们列祖的话 向雅各发城使 向亚伯拉罕诗词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